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动作小一点 手腕柔一点 手腕不能僵硬 但是你这个动作不要这样挖起来了 不要这样挖起来了 抖动一下就可以了 手腕轻轻的抖动一下 如果这个球的下旋很强的话 拍面就稍微往后仰一点 如果是上旋很强的话 拍面抖一点 抖一点去戳 根据来球的这个旋转 来调整这个拍面的情况 如果是要摆短就借力 轻一点 借力 如果披长 手腕抖动一下 向前点出去 但记得这个搓完球以后 搓完了动作要还原回来 要还原回来 这个身体的重心 看一下 搓的时候 重心先压低点 压低点下来 再搓出去 向这个前下方 送出去靠手腕前臂 前臂带动手腕 向前去摩擦这个球 有时候可能是碰得多 有时候这个球旋转很强的话 借旋转多 搓球不一定说要去发死力 很多人学搓球的时候 这个手腕很硬 他想把这个球摩擦得很转 拼命地去动这个手腕 手僵着 拼命地这个手腕前臂去发力 这个球不是搓高了 就是搓下网 不是搓飞了 就是搓得很高这个弧线 所以这个搓球是借力打力 以揉克钢的这么一个技术 不是发死力的 你手腕越放松 越轻柔 越知道怎么去借力借旋转 你搓球的这个质量反而会越高 如果你想第一时间看到我们全民学乒乓的视频呢 可以点一下我们屏幕下方的订阅 打开微信扫一扫 关注乒乓网微信公共平台吧 扫描左侧二维码 关注乒乓网 每天为大家推送乒乓球教学视频 乒乓球技术文章 乒乓网最新活动 还在犹豫什么呢 赶紧关注吧